感恩奋进 这仅十年 41年与死神共武 86次高危射报现场 他就是与危险零距离接触的 排报专家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金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 王后新 如今已59岁的他两兵斑白 但依然战斗在排报一线 钻研技术传授经验 答疑解惑 他就是排报专家王后新 2002年 曾是军人的王后新 转业成为金华公安的普通民警 2003年 40岁的他选择加入特警支队 干起了曾经部队里的老板行 排报 一个呢 我自己也能够 胜任这个 这件工作 第二个呢 听到这么信任 那我就 我想 也不辜负他们的这种希望 2018年3月 金华上盛村菜地里 发现一枚制式炸弹 威胁巨大 王后新主动请应 现场排报 这个炸弹 到时候我们要运到 这个摧毁现场去 不是谁来开这个车 他马上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来 师父当时是你说的 因为这个弹 不确定因素 所以说他说 我是老同事 还是我来开吧 为了避免车体震动 引爆炸弹 原本只有一公里的路 王后新开了十多分钟 当炸弹顺利运达 销毁场地后 所有人都暂时松了口气 在他出来的时候 内幕我是当时是 是非常震撼的 可以说 就是突然之间就感觉到 这个人 就是太伟大了 真的就拿自己的生命 在保护老百姓的 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 排爆警察的旨意生涯 不能用辛苦来形容 对于排爆警察来说 任何一次出任务 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因此王后新与徒弟们 在每次排爆前 都要先做一件事情 别人看来像个玩笑 事实上 作为主牌手的压力 那种下一秒 随时可能会牺牲的未知 是常人根本无法体会的 在公安排爆战线的20年里 王后新进行了 86起排爆作业 他用41年的实战经验 创造出一套 射爆现场处置的 老王工作法 得到了排爆同行的 高度认可 2018年 王后新被授予 全国公安系统 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今年王后新已经59岁了 再过一年 他就可以光荣退休 回望41年的排爆生涯 他依旧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我是金华排爆的一个起步的一个人 因为在之前 金华没有排爆 解除这个威胁 必须要有人来做 我们这个排爆队伍就是要去完成 就处置好爆炸对我们的这个社会 跟方方面面的危险 那么做事情呢 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要有一个善事善终 肯定到退休 坚持到退休 也许还能够再总结出来一些东西 比如说经验 教训 留下来 其实这个是我心里面想的最想干的一个事情